你觉得兔肉好吃吗? 自古以来,兔肉似乎都没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主流 不管是东南西北各大菜系,兔肉始终是不被重视的存在 然而,兔肉其实拥有着很多同种肉类商品竞争中的优势 比如兔子作为一种镊齿类动物,本身就有繁殖块且饲养成本低的特点 普通家兔成熟后差不多一年就能生60只幼崽 现在很多家庭都能把兔子当宠物养 稍微养上一段时间就能子孙满堂 在此基础上,兔肉成为了便宜廉价的肉类代表 可是为什么没有成为主食呢? 难道只是因为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吗? 中国历史上关于兔子最早的传说出现在讲述商周时期的《风神演义》里 残暴的商周王害死西伯侯鸡昌的长子博弈考 还把他的肉做成肉饼给父亲吃 为了活下去,知道真相的西伯侯 也不得不忍痛吃下自己的孩子 死里逃生回到西伯侯,西伯侯下车就吐 吐出的肉球,长出耳朵四条腿,蹦蹦跳跳的走了 就这样,西伯侯即仓兔子而来的动物就被人们称为兔子 不难看出,兔子这种动物在中国人印象里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不像其他动物早在上古时期的神话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当然,这并不代表兔子是商周才有的 其实他们早已漫山遍野的到处跑 之所以是商周时期才让人们见到兔子 大概率是在表达当时的中国鲜明 才刚刚完成对野生兔子的驯化 这就相比猪狗牛羊鸡鸭鹅等 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家畜和家禽 要明显晚了很多 至今兔子养殖依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工作 虽然说繁殖快,数量多是兔子的种群优势 但是对于家畜饲养来说 这恰恰是兔子身上难以驯服和管理的特点 还有一点,抓过兔子的都知道 这种动物的反应力和速度都很快 一旦饲养他们的眷龙出现破洞 那么这一窝兔子就都算白养了 但这个缺点毕竟是可以克服的 所以这并不能成为养殖的阻碍 兔子本身的问题才是让养殖者考虑的关键 兔肉价格便宜,产量还高 性价比超过其他肉类 为什么没有成为人类的主食 出肉绿,这是一个农业畜牧业的专业名词 指的是从一只饲养动物身上 实际产出食用肉的重量和这只动物的活体重量之比 显而易见,当然是出肉绿越高的动物越有养殖价值 而兔子恰恰是出肉绿最低的动物之一 听到这,有人可能会说 兔子本来就体型小,分量轻 跟猪牛羊这种大型动物当然没法比 但如果这样想就错了 咱们刚才说的出肉绿是一个比率占比的概念 不管这种动物本身的重量有多少 出肉绿只以其最终呈现在餐桌上的数量为参考标准 比如一只羊有80斤重 去骨剖心处理之后 实际拿到的羊肉可能只有40斤 那么这只羊的出肉绿就是50% 但遗憾的是兔子这种动物不仅体重基数小 能够制成成品的食用肉部分更少 通过比较权威的数据来看 一只兔子的平均出肉率只有25%到35% 甚至还不如40%左右的牛蛙 无论是对于买方还是卖方 兔子都是得不偿失的选择 除了出肉率 兔子的死亡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大家听说过禽流感 听说过猪流感 还有可怕的蜂牛病 其实殊不知兔子才是最容易染病 并且抵抗力最弱的养殖动物 这也不难理解 猪圈里才有几头猪 鸡笼里也不过几只鸡 可是按照咱们前面说的兔子的繁殖能力来看 一窝兔子的数量是难以估计的 因为稍不注意 它们就又能生出一窝小兔子 这么多兔子生活在狭小的养殖空间里 细菌和病毒等疾病的传染是很难防范的 而且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有很多疾病并不是饲养者不去防范 而是这些疾病对其他动物根本造不成威胁 只有身体娇嫩的兔子受不了 身子骨弱又极易感染疾病 兔子成为了养殖动物中娇贵公主一般的存在 而这样的特性恰恰是讲究量大速快的养殖企业 所不能容忍的 费尽资金和精力养活一批兔子 出不了多少肉不说 大部分兔子甚至连活着进入屠宰场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看起来这种繁殖快 数量多的动物养殖起来成本不高 但是这也只是指的那些成功出篮的兔子 因为各种原因死去的兔子太多太多 等于养殖厂家们把钱都花在了不必要的地方 白白造成成本流失 搞养殖肉兔不成 于是就有人把目光盯上了另一个市场 宠物兔 兔子虽然不能在肉制品市场普及开来 但却是当下宠物市场的不二之选 如今 多少人 尤其是小孩子认识兔子不是在餐桌上 而是在宠物店或者动物园里 兔子很难成为食品里的主流 但想成为宠物界的主流 还是很容易的 作为养殖厂家来说 与其费时费力养出那些赚不到多少钱的肉兔 当然不如出更高的价钱 把它们卖给宠物商家 这一来一回 利润差的可就不是一点半点 不得不承认 兔子这种动物 长相灵动 性情温顺 甚至比猫猫狗狗还要受欢迎 与此同时 不仅是养殖厂家 更倾向于把兔子按照宠物的方向 饲养售卖 就连更生一级的动物研究部门 也青睐于宠物兔子的杂交培育 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兔子 其实都是人工培育的结果 虽然自然界中也有这些兔子的野外亲戚 但它们早已不再是属于山坡草原的动物 而是人类温室的宠物 自从人类驯化兔子以来 宠物兔就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发展方向 时至今日 这种发展方向的宽度 已经远远要比食用肉兔要大得多 一句兔兔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的电影台词 更是爆红网络 热度持续不减 话虽如此 但这并不代表咱们中国人不吃兔子 它只是没有像鸡鸭牛羊猪那样 成为大宗肉类食品 更何况 我国很多地方 依然有一些很出名的 由兔子肉制成的美食 同样令人垂涎欲滴 这其中最有名的 毫无疑问就是四川成都的麻辣兔头 相传这道菜是一个母亲 想给自己的孩子补营养做的 后来这道菜就火了起来 除了四川成都的麻辣兔头 还有同样流行于南方喜腊几个省份的 泡椒炒兔丁 米椒仔姜兔 香辣鲜锅兔等 带有明显口味特征的地方美食 而在中国北方 尤其是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一带 人们则更喜欢吃烤兔腿 因为这里山上的野兔运动能力极强 腿部的肉质往往是最鲜美的 所以对于可爱的兔兔来说 你是更喜欢把它们烹饪成 筷炙人口的美食 还是捧在手心里的宠物呢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